枪鼠是胆子比较小的动物 当它如果是说感觉到有受到威胁 或者是比较紧张的时候 它可能会去装死 那只要去确认它到底是真死 还是说装死 如果是说是在冬天季节的时候 可以去量一量它的体温 如果是说它的体温比较偏低 或者是说身上比较冰凉 那有可能是说它已经进入了一个死亡状态 如果是说它的体温还是比较温热的 然后你可以去用吹风机吹一吹 然后这样温度达到了之后 它会苏醒过来 另外一个的话 它有可能是正在装死的阶段 因为它比较胆小 或者是说故意让自己装死 躲过一些袭击 那它仓属的耳朵是比较灵活的 而且它的一个鼻子嗅觉也是比较好的 你可以去用食物去引诱它 如果是说你用食物引诱 或者说用一些塑料袋的声音 会发现它耳朵动的话 或者鼻子有皱皱的那种 呃 闻味道的那个迹象 那它说明它是在装死的一个状态 还有一个就是说 可以去呃 用一个小纸棍 或者是说去用那个手指轻轻搓它 如果说你在今天戳它的时候 它有轻微动的反应 那有可能是在装死 或者它不想拎你 然后你可以去加大一个你的一个手的一个力气 或者是把它翻过来 看一看它能不能真正的去动弹 如果是说 呃 窗鼠进入一个装死的状态 你一定要去呃 辨别它到底是真死还是假死 这个很重要 因为如果是说它是进入一个假死状态 呃 如果是冬天的话 还是比较危险的 这是一年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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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